大家好 这种草在农村当野草处理 长得田间田头到处都是 但是在城市可能要花上50块钱左右一斤 这种草就是鱼心草 因为这种鱼心草它的作用比较大 它也是一种中药材 如果大家不懂得它的作用的话 可以去百度百科一下 那么在我们农村一般都不需要种 但是我为了尝试用这个花盆来栽种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大概栽种下去也有两个星期左右了 现在已经开始正常生长 而且长出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因为是用盆栽的 所以为了增加它的肥力 我在土壤里面加入了这个羊分作为低肥 那么相信后期它也会长得非常的旺盛 那么像这种草在我们农村 一般都是拿来泡点水喝 或者是酒点水拿来洗澡 但是到处都是 我们也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 因为在城市的话就比较缺乏 所以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一棵鱼心草的时候 有一位有花友就说 它所处的城市是要50块钱一斤 简直就是当宝一样 所以说有必要的话 大家也可以尝试在阳台来栽种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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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可能下期再见